这位老板 包馄饨的手法很飘逸 只要粘到就行 有点味就行 如果我没猜错 一盆肉馅你能用半点 你怎么不用根蒸呢 哎呀我去 哈欣古真是乌鸦嘴 说什么来生 怪我嘴歇啊 妹子 你用一根蒸包馄饨 你的心不会痛吗 听说老板娘 包馄饨是车里的一局 一天能包一千多个 可以去看了一下 正实了 纯属油盐 怎么可能一千多 那是一千 好几千 你看这位大哥 就是包馄饨的专业独 动作看似随意 实则功力深厚 伸缩自如 一气呵成 就这很淡定 就堪称 混沌界的天花吧 但论节约成本这块 下面这位兄弟 如果说排第二 那还真没有人敢说排第一 看到呗 什么是真正的实力 这就是 除了瓶 全都是水 要说最神奇 最魔幻的 还是打一这双手 我反反复复看了十几遍 大脑告诉我 你就学会了 磕我的双手 还是一次又一次的 把它团成了碗中 人和人的差距 怎么就这么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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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